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要把上个礼拜的 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然后进入今天主题 上礼拜我们同学们有一个 分小组的一个讨论 讨论什么呢 讨论说可能你们的题目是什么 可能题目是什么 那我把上礼拜大致上的一个 大致上的一个重点跟同学们再提一下 好 有谁记得上礼拜讲些什么 重点是什么 肖永兴 记得吗 上礼拜重点是什么 只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有一个理论啊 什么理论啊 什么理论啊 什么 蛤 不知道啊 石滑 张石滑 有一个理论 很重要的理论 上礼拜讲的 记得吗 你一辈子都会用到 研究也用到 日常生活也用到 记得吗 谁想起来了 策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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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一辈子都用到的 来 同学 哈啰 看这边 你记得吗 上礼拜 什么 忘了 忘了 有谁记得 来 上礼拜 系统理论 非常重要 系统理论很重要 不管是在 看这边就知道了 不管是在 研究的应用 日常生活 都会用到 系统理论 相信 系统理论 输入 过程 输出 像现在呢 你就会觉得 哇 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那就是什么 输入 然后你过程之后 我赶快把它 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这是过程 结果就好了 好 听到这边 我们上礼拜谈到这些 不管是研究上面 你可以用的 一般问题 解决过程跟结果 还有真正的理论来源在这里 上礼拜有提到这个 稍微复习一下 很重要 而且呢 我们还曾经说 把日常生活 譬如说睡眠 功课 我先分析 记不记得 分析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用什么方式解决 解决之后 有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都是系统理论的一个概念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 用在哪里 组织经营 组织经营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把 输入叫做问题 那解决过程就是我们的过程 最后呢 我们如何解决 解决有没有回 有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譬如说 营业额 没有办法达到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提升我营业额 我很多方法 我分析说 我为什么会有营业额 没有办法提升 最后我用很多方法 譬如说 我在方式解决过程中 我用分析 听过这个吧 我上个礼拜好像有提过一个 叫做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Sport分析 有听过这个吗 有 叫做什么 刚刚你讲的策略 策略里面呢 提到说 我必须要了解我自己的 优势在哪 然后我的弱势在哪 这是优 然后这个是劣势 或者叫做弱势 然后呢 这是机会 然后这个呢 是威胁 然后这边呢 我们称它为什么 称它为优势跟弱势 是我自己自我了解 天下最了解你自己 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自己 公司也是一样 你的问题在哪 其实最了解的应该是 你公司里面的人最清楚 所以优势跟弱势 这个呢 我们把它列为什么 叫做内部分析 然后呢 威胁跟机会 这个我们称它为什么 外部的分析 因为你了解你的优点在哪 你好好发挥 你就可以创造机会 你了解弱势在哪 然后你碰到外面有一些 其他对你的威胁 你要把这个解决掉 那你优势就提升了 那这些分析的结果呢 我们称它我提供一个策略 做法策略 所以这里解决过程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得到说 我营业额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我的行销不够呢 还是什么原因 好 这是我应用在组织的一个部分 上礼拜提的 很重要的 那这里我提到说 假设我明年或者下学期 你们要做专题 专题你要定题目的时候呢 你也是一样把它转换成为系统理论 你要解决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能在你的类别里面 产销人发财 这五大类里面 你找出一个你喜欢的类别 然后你定出我的方向 我要做这个 然后我开始用很多研究方法 那研究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课 很重要的点哦 包括它的分析 我们后续慢慢就下去 会告诉你怎么做 好 那我也上礼拜提到说 假设你要去谈企业界 我们企业管系的专题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有几个不同层次 研究或者专题制作的层次 包括什么 包括描述性 我把资料拿出来 把资料做一个研读 判读之后 把实际状况告诉人家 我实际状况如何 然后问题可能在哪 这就是一种叫描述 解释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今天300个员工里面 有15个是迟到 数据统治15个是迟到 那迟到解释它为什么它迟到 或者说它迟到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好 接下来验证 验证第二个层次 我不但要把问题找出来 然后我找出一个方法 方法之后呢 验证看看这方法可不可行 举例说在行销部分 我行销结果我今年 这个月份的营业额不高 那我可能行销必须要做调整 那我们再开始考量说 我用哪一种行销方式 我用这个折价 我用加点数 红利点数 各种方式 那我看看是不是可以提升 好 那我决定一个方式 分析好有决定说我用红利点数的方式 过了两个月之后呢 我把所有资讯抓回来看看 我验证看看我的策略好不好 对不对 这是验证的程式 第三个层次是预测 我把去年度 前年度 营业额每一季的营业额 拿来做一个统计分析之后 我预测下一季到底我营业额会如何 这也是我的研究方法 最后一个最高层次是什么 理论的发展 意思说我把我们的过去 我们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背景 公司努力的方法 整合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这种公司 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策略是很好的 所以我推广 我把这个写成一个 类似刚刚讲系统理论一样 或者我的策略理论 我碰到某一种形态的公司 某一种产品 我用这个方式 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 那就发展出一个理论模式出来 像什么叫理论 很简单的 苹果掉下来 地心引力就是理论 所有重物都一定会往地层表面去掉落 或者说什么企丽丽理论记得吗 那个斜塔上面 只要是没有重力情况之下 它掉下来速度是一样 不管它质量是多少 类似这种概念 好 这是我们上礼拜提到 这个系统转换 之后呢 我们上礼拜有特别跟同学们提到 我们把它转成你的专题制作 专题制作的时候 你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名称 包括缘起 目的 理论 资讯 方法 对象 资料 分析 结果 结论 最后还有建议 这都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 我们慢慢的会逐步的一个一个告诉你们 到底哪里是用在哪 你怎么去抓资料 怎么准备 好 我用很短的时间 告诉同学上礼拜讲的 然后最后你们有拟定一些题目出来 对不对 五组的样子吧 五组都有它的题目 那我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礼拜 我会把题目有了题目方向之后 后续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 题目不是永远是不能改的 题目可能只是一个方向 刚开始只是一个方向 慢慢慢慢修正到最后 你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题目出来 我举个例子说 上礼拜有同学有好多组 写的东西都有列出来 我把它做一个整理 譬如说有一组 有一组它写成 行销通路如何发展 我把它插掉 有一组写 行销通路 如何发展 同学先看一下 有一组这样写的 那第二组呢 有一组它写什么呢 写说这个企业人事管理 企业人事管理 这是第二组写的 然后第三组写什么呢 第三组写是会呼吸的防止 会呼吸的防止 然后第四组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降低生产成本 降低生产成本 然后另外一组写的是 叫做人员品质筛选 人员品质 人员品质的筛选 好 这么多 你会发现 这是你们写的 这是你们讨论出来的结果 这些都是题目 那我为什么跟同学讲说 它只是一个方向 它现在还是在方向之中 因为题目很重要 题目很重要 我们原则上 以我的观点 原则上 题目有几个重点 你可以必须要去了解的 我举个例子说 我现在跟同学讲说 题目有了之后 我要知道基础知识 专题的研究 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还有文献重要性跟重点的内容 以及如何找文献 这是我这礼拜要谈的 那我先把这个告诉你之后 我们来看看 你们所列的这个题目 题目里面呢 我有哪些问题存在 题目有哪些问题存在 来 我们来看看 同学 我用点的 我用点的 冠豪在哪儿 冠豪你在这边 能看得出来吗 知道这个意思吗 行销通路 知道吗 不是很清楚 好 没关系 等一下同学回答之后 你再可以了解一下 那个选节的 来 第一个题目 行销通路如何发展 你认为这个题目 会有哪一些 还要做修正的吗 觉得这个题目好不好 好 你再接 你再接 在正经找到 原来说 你要先找到 你要去做 哪一堂的新教育 你要先多想 你的 他命 然后 如果再去 如何发展 然后要给你什么 唯理 对 像是以 人家唯理 对 是把 目多小 像是 可能说 台湊匹对 行销通路的 可能是想好 可以 答得很好 同学听到这边 冠结 冠好 不是 玄结 玄结讲说 你必须要先去找到一个 应该叫做 对象 是不是这个意思 要一个对象 好 对象很重要 要找到一个对象 那如果谈到对象的时候呢 就牵涉一个问题了 各位同学看看 这题目 我们问一个问题 这题目呢 是大 还是小 题目是大 还是小 那我问一下 战神说 像这个 行销通路如何发展 这题目是大题目 一个 两个 认为 只有两个 认为它是小题目的 题目还算很小 很细的 细 细小 很小 是细的意思 这是很广的意思 认为它是很细的 认为它是很细的 题目很细的 没有 那其他同学呢 看法是什么 对象很重要 如果说 刚刚没有讲对象 行销通路如何发展 我们对象有两个 什么对象呢 一个是说 哪一种产业 对不对 也是对象嘛 第二个呢 行销通路 行销通路 那你说哪一种产业 是一个 一个对象 然后呢 哪一种对象 譬如说 我行销通路 那我如果是 对年龄层 也可以做一个区隔 性别也可以做一个区隔 通路很多嘛 如果是化妆品的话 它产业是化妆品 对象不一样 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年龄 它可能行销的 通路点是不同的 我今天是年轻的人 我行销通路点 可能要在哪里 Seven啊 或者在那个什么 也许不是大卖场 也许是 人家像西门町这种小店 那通路在那里会比较好 西门町不是有很多小小的店吗 你们很多年轻人喜欢去 去那个小小那个店 里面有很多种化妆品 可是年纪稍微 中年以上的 也许他 不一定要在那边买 他可能要在精品店买啊 那如果说这个 介于这种 中年或者年轻 也许这种 青年这种 二三十岁的 也许他大卖场 他可能会去买啊 刚结婚的这些人员 他可能在那边买 也可以买到好的东西 所以不同的对象 也许他就有不同的通路 那如果你要去很清楚的描述说 我行销通路要有一个对象在 那你题目就可以做得更好 那原则上喔 刚刚同学提出这个 很好的一个概念 原则上呢 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我看 好 如果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我可以跟同学们稍微提一下 对象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我把对象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象 我用别的颜色 你要考虑的时候呢 对象是很重要的 那话又说回来了 那为什么要考虑这个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这个叫题目 这叫题目 这叫题目 题目能够一远看去 题目就可以了解 他的对象是什么 然后他的主题 对不对 这是主题嘛 行销通路这是主题嘛 然后对象是你要研究这个对象 另外呢 如果您能看出方法那更好 你看出说 研究他到底用什么方法 题目就可以看出来的话更好 还有呢 他的目的或者结果 能够看出来会比较理想 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了 那我们那个 譬如说 我们的那个 对象里面呢 对象里面 我们有很多种对象的方式 譬如说 组织是一个对象 组织是不是一个对象 我要看 我要看刚刚讲说 以什么什么为例嘛 假设说 我人力品质筛选 我也可以说 那好 我用连锁超商为例 我可以用 机械生产厂为例 或者说 3C产品为例 他就把对象缩小 所以可以是组织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个人 某某年龄层的人 或者说 我可以把个案 这叫个案好了 个案 个案的意思是说 某某公司当作一个个案 某某一个公司 大的公司 国泰人寿 当作个案来讨论 个案去讨论方法 或者说用区域 区域别 区域 像台北市 南港区的老年人 当作一个区域别 也可以当作一个对象 那还有哪一个呢 事情 事物 当然事物 我们就变成 凡事都是 你可以把事情 当作一个对象 事情 某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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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事件当作一个 也可以 所以对象很重要 对象如果有 你就马上就了解 这个题目就很清楚了 它就范围就很清楚了 对象它有范围的意义在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把范围限制住了 框住了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 刚刚讲说目的呢 目的跟结果可以看出来 那我把目的的部分呢 拉下来看 我把目的拉下来看 譬如说 你们常常看到 刚刚你说 SOP的差别 假设某某公司 某某公司 它在某一个部分的 步骤上面 有什么差别 它的程序上 有什么差别 差异就是 可以看出来 差异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另外呢 譬如说 还有哪一个 某某 像刚刚我讲说 两年前的资料 去年的资料 现在的资料 我把它串起来 可以了解过去 预测过去 我可以用预测的 我可以看出预测的结果 我还可以看出什么呢 因果关系 某某事件 某某个案 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才造成这个结果 回溯到原因 因果关系 等等 如果你能够看出这个 那当然 当然你题目 就会非常非常明确 题目越明确 你越容易去发展 题目不明确 你根本没办法去发展 你会写不下去 到最后呢 没办法缩尾 缩不了尾 我常常跟我指导的同学 我指导的专辑制作同学 我常常跟他们讲一句话 做研究呢 我在指导过程中 为什么老师给你指导 老师有做研究的经验 慢慢的告诉你之后呢 你可以慢慢的把 让同学们不要走很多冤枉路 不要走很多冤枉路 不要走很多冤枉路 陈思儒 我刚刚讲说专题制作 希望怎样 不要走什么冤枉路 为什么叫不要走冤枉路 知道吗 刚刚有没有听到 你知道为什么没听到吗 好 那个 不要走冤枉路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 老师有他的背景经验 会告诉你 你在做研究 或者做专题制作的时候 题目方向有了 然后慢慢走到 下一步骤是什么 下一步骤是什么 如果题目没有定得很好 等到你走到第四第五步以后 哇糟糕了 做不下去了 从来 那就是走回头路了 你走了一次回头路 就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那你怎么去补回来 研究呢 搞不好 如果真正的做研究 企业界要你去发展一个专题 去做的时候 三个月搞不好 已经花了100万的经费在上面了 你再回头 企业不就是 对你的这个绩效 有很大的一个疑问吗 那不是帮企业 你要帮企业赚钱 反而浪费了很多钱 所以呢 研究专题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题目要非常重要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像这个行销通路如何发展 题目很大 也许它有一个对象 要有一个产业对象 那如何发展呢 发展也是太大了 你也许说 某某产业它的行销通路 某某 譬如说 连锁产业 不同连锁产业 行销通路的差异研究 那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个玄节是 不同产业行销通路的差异 这样 那不是很明确吗 那你可以找几个产业 你可以用把 你可以把那个化妆品 把什么都可以 坐到前面来 不要给我动椅子 来到前面坐 有位置就可以坐了 那下一次如果要跳位置 就早一点来 不要迟到就可以找到好位置 好 这是一个方式 那譬如说 不同产业加上去 行销通路 然后这个不要如何发展 之差异 也许 你看喔 不同产业行销通路之差异 不就很好一个题目了吗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概念 有没有这种 好 像企业人事管理 那来 同学看看 企业人事管理 你要怎么去修正它 可以修得很好 你 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 领域 来 第二个 如果说第二个 企业人事管理 企业是对象 没错 可是太大了 企业 各种行业都有 对不对 人事管理是还好 蛮细的 人事管理是 人力资源里面 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好 那如果你要修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 跟第一个 跟第一个 其实跟 它其实跟第一个意思一样 第一个也是缺乏它的对象 先说行业好了 行销 流通业跟工业 它人事管理方式又不一样 完全截然不同 所以第一个要先锁定 道理是哪个 第二个就是公司的部分 要用比较的 要用差异性的呢 还是去针对一个公司 它是否能再做一个新的一种管理方式 很好 刚刚同学在答的说 跟第一个题目一样 对象 也许它可以把行业 某一种产业的人事管理 把它列出来 然后人事管理 你可以去探讨不同产业的人事管理差异 制度的差异 那你也可以探讨说 在某一个行业 人事管理的绩效 你也可以看出它绩效 或者某某 甚至于说 某某企业人事管理绩效 然后呢 它采用的是什么方法 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把题目 也可以变得很细 举例说 这个企业是指什么企业 譬如说 这个企业是指什么企业 这个企业是指什么企业 譬如说 我们随便加一个 连锁企业 连锁企业 人事管理制度 然后分析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连锁企业的人事制度 做一个分析 那也许我这个分析的时候 可以用差异 我可以用这个 其他的方式来看看 不同的类别 来做分析 那就明确咯 对不对 然后 惠夫西的房子的话呢 它就比较偏向什么呢 比较不是那么 偏向专题制作 那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杂志的文章 或者说 你要做行销的时候的一个名称 它不是真 比较不适合 也许你的目的是要做绿色建筑 那你也许强调绿色建筑 就是主题 所以主题是绿色建筑 那你的对象呢 是什么 也许你把它变成说 都会区 绿色建筑 那就有了 都会区有了 区域型嘛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 绿色建筑跟都会区之间 你可能要探讨的是什么 绿色建筑都会区 与什么 与健康的关系 不就很清楚了吗 你如果说 惠夫西的房子把它变成绿色房子 绿色房子 绿色房子 绿色房子那个绿色定义就是 应该说 它是健康的 省电的 然后等等 那你要看它健康 那就把这个题目改成为 都会区绿色房子 或者绿色建筑 的对 国民的健康关系 这就变得很明确了 再来降低生产成本 来那个 刚刚我问的那个 什么心啊 消什么心啊 忘记了 你来看看这个题目 永鑫 第三个 第四个题目 降低生产成本 你说 如果你要改 变成更好 你会怎么改 降低成本 有谁想到 永鑫先看看 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让你们去思考的 你这样思考 对你才会有帮助 什么叫做专题 专题 如果你用这种思考方式 你会抓出真正它很好题目 题目的要点会出来 好来 降低生产成本 缺少了什么 有的主题 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降低生产成本 缺少什么 缺少看不出 主题包括了目的也出来了 降低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降低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是主题 降低是一个目的 缺少了对象 对不对 方法呢 方法不知道 譬如说 现在就牵涉到一个 刚刚我讲的 刚刚我讲的说 它的知识 基础知识 跟专题研究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 我对降低生产成本的知识 基本知识不够 我如果是工业管理系的人 对生产成本的降低 我有概念 我有它的基础知识 我要做这个题目就比较容易 那如果我没有这个概念 我要做这个题目就比较困难 刚刚讲 绿色房子 我如果没有那种能源的概念 绿色能源的概念 绿色房子的概念 我没有这种概念 没有那种基础知识 我就比较不容易做 这样懂意思吗